请看好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 他是先做演艺人员 然后做总统 我跟他正好相反 我先做总统 再做演艺人员 今天是公元2000年5月24号 就是李敖多可秀的第二集 今天呢 我首先跟大家谈谈 我的老朋友阿扁总统的 他的这个当选的谈话 阿扁的谈话里面 有段话是很正人的 他说 政党轮替并不代表对于过去的全盘否定 历来的批政者为国家人民的付出 我们都应该给予更正的评价 并且呢 他也谈到 被民主成果就被贫困而来 而是走过艰难险阻 并经千辛万苦 才得以实现 我认为这句话里面 他好像一直举我说 为什么举我说的 政党轮替杂志的时候 阿扁是我的手下 他是我手下的社长 所以呢 当他承认了 过去我们这些人 为民主打听的这个功劳里面 我想 他虽然说不出口 可是这句话里面 应该是除了李敖而言的 还有这段话 他说 政党轮替并不代表对过去的全盘否定 这里面呢 就隐含了另外一段话 就是针对李敖辉所说的和平转移 李敖辉有一段谈话 说的也很动人 他说呢 他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的总统里面 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 就是活着的时候 和平交出的政权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李敖辉这段精彩谈话的画面 这些人应该就不要给你搞出去 去江国 也是啊 我的手里也不带我出来讲明话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了解他们的事情 这地方是和别人来解决这些人 是不是讲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国自有总统以来 有一个人也是用了和平方法交出政权 当时他并不是死人 他是活人 他是谁 他就是蒋介石以后 蒋经国以前的那个总统 严家赛 那很奇怪 为什么李敖辉先生这样健忘 把一个在他以前的 曾经在有生之年和平转移的 中华民国政权的人 把他忘记了 这就是我回应了刚才阿典那句话 阿典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 其中一个就是 我所不喜欢的严家赛 还有呢 我们在报上也看到了 阿典宣布 他是做了中华民国第十任的 不同陈水扁 他在整个的 当时的就职的宫告里面 两次提到 他是中华民国第十任的总统 那么我们还去比掉 刚才阿典这句话 我们也要深踪距远 想到我们过去的历史 我告诉各位 现在我们是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 是中华民国第十任的总统吗 袁世凯是不是有你的总统呢 是啊 李延宏是不是有你的总统啊 是啊 李延宏以后的冯高章代总统 是不是呢 也是啊 然后徐世昌是有你的总统 也是啊 曹公也是有你的总统 也是啊 请问 这五个东西的年号 为什么几个东西算起 如果有人算中华民国年号 这中华民国八十九年 为什么只算五十五年的总统 而不算当十九年的总统 历史不可以这样的改写 有个袁世凯 有个林元宏 有个彭国章 有个徐世昌 有个曹公 他们都做过我们的总统 好 后来说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历史如果不简短的话呢 我们必须承认 他们做过我们的总统 所以今天我必须说 我们的历史被有意改写了 今天当选的 不是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 而是至少是第十五任总统 如果我们眼里还有中华民国的话 我讲的话 没有挖苦阿典 甚至我没有挖苦李登辉 因为呢 这个历史的错误 从蒋介石开始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历史不能这样算 如果算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很准确的算 我在进入跟大家讲 阿典告诉我们 我们要尊重强调民主与人权 我觉得这是好的 可是强调民主与人权 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今天我们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个人权的国家 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阿典很显然的 他是要进一步的提升 台湾的人权的标准 可是民主的标准要不要提升呢 人家也要提升 什么原因呢 我告诉大家 你们全世界的政治学家 什么叫做民主 如果这个地区有一个民主先生 他带走这个地区 十二年说 替台湾制造了民主的奇迹 有两个绝对的因素是一定要有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 这个地区是不是真的遵守了法治 法治就是说 民主要中共法治的 没有法律的支撑 这个民主是假的 可是我们想想看 台湾民主是不是出的问题 出的问题 因为李登辉本来说他不太严正的 可是他第二次严正的理由是说 台湾的司法和教育没有搞好 所以他要严正 所以台湾的司法有问题 李登辉亲口讲的有问题 而台湾的宪法 经过六次修改 就是修改到这么恐怖的状态了 我们认为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不会有这么混乱的法律 所以我认为 阿扁要加强 才真的破坏了台湾 是不是民主的国家 那台湾人权 同样的 最关的人权 当时阿扁追追追我 我认为一个最有名的口号就是 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如果说 人权里面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到处都是设防 到处都是锦刀 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地区是不是一个民主人权的国家呢 现在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阿扁要求我们要做到 人民主与人权 所以 并不是我说 台湾民主是一格 人权不够 而是 台湾新冬始终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他要强调这个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因为这个足够 因为这个不足 所以才需要强调 所以 我们再看到 这些新的多种 可以看到 你看 阿扁要设立 国家人权委员会 为什么要设立它呢 就表示说 我们人权有问题 要设计这个会 可是呢 他选的这个会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员 像台大教授贺德森 像驱海元 像什么 柏阳这群人 我们觉得不够的 为什么呢 你像 那个贺德森 贺德森是什么人呢 当时 美岛市场出来的时候 当时国家党政府 动员了所有的教授 签名 也谴责美利老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签名的人 就是贺德森 他的话说 当年是压迫人权的人 而今天居然出来 要主持国家人权委员会 这个好吗 因为我认为 他总是成员 是不是要考虑重新选 所以不是说 要选李敦 要选李敦 我可以败败所有的人了 我承认 阿典 他有困难 他不愿意选我 那我只要 一选我 我也不干 可是我必须说 不然我们真正 出去云团的时候 在选择人选方面 也需要加强 请动议 请新闻局主义 我在新闻局 这二点都是肯定的 是鼓励性的 所以这些话 请不要动计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民主 民主我告诉你 民主有几个标准 我照给大家看 送给大家看 民主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就是第一投标力 请大家注意 所以一个地区 投票率高的 不是民主国家 伊拉克投票率 百分之九十七 台湾这次总统的投票率 你们看到要做好了 所以等这么高投票率 在美国的投票率 一旦展起来 就要反应不复实 再编一点点 因为 都不要讲了 凡是好的民主国家 投票率又低 什么原因呢 大家觉得 政治是西方寻常的 政治是很冷定的 政府没有欺负我们 我们跟政府也不成相干 所以呢 张家也好 理事也大 差不多 人们不感兴趣 人们不投票 真正对待这个境界 这是民主国家的竞争 而 整个岛疯狂了 这么高的投票率 人们的投票 人们的他竞选的 投票的人 每当选 他真的活得不老 活得死掉了 这样的局面 是疯狂 这不是民主 所以我告诉教授 军投票率 才叫做民主 台湾的投票率 太高了 所以 阿典的民主要加强 我再鼓励阿典 请记得 第二个 要低马退利 那什么呢 阿典当时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电视台 几个大部分的演员员 跟着陆轮跑 那当军口欲凶 都赞来阿典 我替阿典做一个建议 阿典说 应该有一个人来骂我 应该有一个人来责备我 这个时候 还表示 台湾有言论自由 而不是 众口欲凶的 马退自由 所以我认为 真正这样子能代表民主的 作为一个 军力马退利 第三个 要高审刺利 什么叫高审刺利 就是 应该有这个人出来 跟总统开玩笑 请注意 那不是骂总统 那只不能跟你开玩笑而已 民主是什么 民主不是制度 在我们而言 民主是制度 甚至是政治对峰的工具 他就没有礼貌的请他到白宫做客 他跑去做客 他出来了以后 他说我很失望 为什么失望呢 他说我以为 柯田军总统会送我一个礼物 那个礼物呢 就是白宫的 进门那个钥匙 意思就是说 他把总统当给我做 他可以讲这种 音乐话讲起来 他说台湾的政治人物 你看吧 张先生跟理事没有不同 李树军 我们也讲一样 讲的同样的话 他们的原点稿啊 就是把那门子盖住了 你对他们讲话 讲的就从样了他 我认为政治人物 没有个性 应该有个性 所以个性就开始呢 要有给他们开玩笑的自由 而是能够有开玩笑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人物 我告诉你 台湾只有一个人 就是 我是台湾的原本主义的指标人物 今天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新闻 我们要混到台湾电视台 台湾来做一个节目 能做多久 我不知道 台湾经理 总经理 节目部主任 能够让我做多久 我不知道 或者说 他们让我做多久以后 他们能够干多久 或者 如果我们这一天 我们今天就做到一个谅解 就是说 大家不要谈政治问题 因为谈的话呢 谈谈就要缓和一点 我告诉各位 罗小兄们到现在 胡游都是五岁 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的讲话 谈的那样子缓和的 我是那样特弃的 对我的老朋友 成就点 做了一点点建议 他谈不到劝告 这一点呢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然后我给大家探议一点指标 看看美国的言论自由 他们怎么样的开总统玩笑 看到没有 这个美国呢 我们就标策 四个总统像 对不对 这个华盛顿总统 杰克顿总统 老王秀妇 林肯 然后呢 换给林肯总统画了一台 大鲁房 都罢了 结果这种情况 到我们现在说起来 可能我们画的是养救石 或者画了短军国 如果建议局出来以后 请问现在就是栽兴吗 还是会高兴吗 我们会习惯吗 我们不习惯 我们不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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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个人不觉得 什么原因呢 每个人有临臂的气度 林肯总统也是啊 也被人家骂 骂一骂去 你们怎么说呢 你们说我不能回答 这什么怎么回答 就是说 当他们说我的话 都是正确的 说的不正确 将来我都是正确的 他们骂我的话都是废话 如果他们骂完了 画的正确了 证明我错了 十个天使站出来 就我做正 就没有用 我都要被骂 所以他们有个人斗量 算在骂 可是有什么不习惯 你什么不习惯呢 对不一定是阿典不习惯 阿典左右可能不习惯 要拍阿典马途 有点可能不习惯 你对这么多人不习惯 那你这种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举几个路子给大家看 这就是雷震总统 看到没有 雷震总统 我老板男兴 这大概画的 这个人家上的人 很喜欢托大 可能他有些 成人献成绩 男兴 就两个同学 都给他们拿来买 然后又给雷震 来个民怡无证 又给他来个长大 你看看 看着都这么一样的 这种 能够在我们朝外的民主出现吗 如果不能够出现的话 不行 就同时雷震 我们再看 我给你们看摩托东 可是我给你们看到没有 在退屋的时候 画了一个尼克森 我怎么想 那么这个是登在美国有名杂志 美国爱他们的 请问 我们中国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在里能处理上的登 讲究谁 讲英国 李登辉 乃至于阿典的照片吗 我说不习惯 人们就想反了 都不习惯 对不对 可是万国可以 什么原因呢 民主素养不够 这变成了 就是开人的笑 可是我们的世界 哪里要都不能开 哪里要都不能开的话 这个严重尺度太严了 这不是民主 所以我跟他们讲 这不是问题 而是完全能不能开的问题 美国开卡特总统玩笑 卡特总统的时候 被别的爱反问他的时候 就问他 说你看到这些漂亮的女人 你什么感觉 卡特总统就讲了一句真话 他说我都不说谎话的 你要问我 就看到漂亮的女人 就看到别的爱 已经在这里面 揉出女人在什么 我 因为我都想 我想 这个国爱 这个想法应该是什么国爱 就讲了一句真话 这不得了 美国的所有人 都想 我都骂他 是个味道之事 那人都讲真话 他讲了这么一句真话 好了 我告诉大家 卡特总统在这里 美国的 你都把醋米囊 不要再去看看 卡特总统在这里 看到没有 看到了自我神像 就把自我神像女神嘛 看着魔体的东西 因为血路云嘛 就把衣服脱光了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看到没有 我举这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什么 就是看 什么是民主 民主的生活混在一起 但我们台上的民主 对生活混在一起 不能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说 张三是民主先生 说 女色是人权的故事 都无事 那讲这个故事 给大家听 说明给大家 他一定不知道 闹路台湾的情况 真是恐怖 就是 当时我跟阿扁 我们在法乐杂志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分析 就是要整我们 所以说 你李敖 那里讲这诗 你李敖 那里讲这诗 我们要整你们 什么原因呢 就是一个对标 就是什么呢 叫做 诋毁国家元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立法院 提案 有料 红包本 提案 三十多人提案 提案 那什么呢 要成立一个 诋毁国家元首的文艺 要给他 依法来办 依法院的动作 我们再看 73年 就是1984年 十二月二十六号 联法报 看到没有 敌毁国家元首 国家要求依法成出 看到没有 提案的人 是民进党的 王兆川 他们来提案 意思就是说 你聊啊 我们要等你了 因为你 台湾的法治很有趣啊 台湾的法治有诽谤罪 就是我骂了 当山以后呢 张东可以告我 我骂 总统 总统也可以告我 可是总统不告我 没有法律可以触动我 所以他这个事情是说 你骂了总统 我从总统也不这样告你 但呢 我们这么傻欲 就是骂总统 骂总统 所以他出了这个 诋毁国家元首会 从 政法院 到省议会 到国民大会 到终于道 到联合道 到中国市道 统统正口一声 这是你理由 必须你来骂总统 看到没有 冰家理由的时候 可以看到 现在吴冰川 正在主席公事的时候 当年谈到 党外的民主运动 由 杨县城主持的时候 他还谈到了 说是 要 控制言论 不可以 污蔑元首 你们看看 我随便 举个举手 对大家 你这么用苦力的条款 一直在 降下来 可是 来听一个讲一个人好话 就是蒋经国 当这个案子到了中国 到时候 蒋经国投上去的时候 蒋经国病毒快死了 蒋经国讲了一句话 算了 让他们骂吧 所以这个法律 就没有静下来 所以到今天 就没有这个法律 没有说 你骂总统 骂国家元首 我们就断理 除非他告你 元首本来告你 国家就不能断理 虽然没有这个法律 可是我们要问 有没有这个事实 你们现在 谁敢骂阿典呢 有哪个电视台 或者哪个单位 你也行 骂阿典 认不错 我讲到这里 我们要顺便 表达一个意见 这个意见呢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意见 就是在这个月 1月19号 李燕秋开了新节目 我说 痛骂吴宗仙 我赞成痛骂吴宗仙 问题就是 可以骂在我 李燕秋 为什么可以骂在我呢 你看他怎么骂我的话 李燕秋说 他可以 处命这个这日 吴宗仙 可以处命任何人 但不能处命 一个隐形 我李燕秋是隐形 我的小孩到家里 他可能看到你 吴宗仙的一烂节目 影响我的小孩子 可是问题是 他夜里十年龙打电话 他的小孩子 你不要看吴宗仙的节目 我说 那很奇怪 你的小孩怎么夜里十年龙 还不睡觉 你都慢慢的干什么 好 等我再看 在此外 他的吴宗仙 组织的节目单元 管有非情侣的 陌生男女 可以当中接吻 一个做母亲的 要如何再教小孩 注意下面的话 连李燕也加入了 就加入了 文化 已到了 下流的地步 真是向下沉沉 李燕秋认为 像吴宗仙 也是具有刀针鱼部 民意基础的人 有很大的影响力 要有社会责任 这句话里面说的什么 就是说明李奥 跟乌宗仙一样 你是加入了乌宗仙的中法 广化到了下流的地步 你们的行为是下流的 很对不起 我告诉各位 李燕秋一定要被告 虽然 被告 得于不景气 淡计 被告都比较少了 现在只有13个被告 只剩下13个被告 现在可能变成14个了 我要问李燕秋 你做什么意思啊 李燕秋说 我都骂乌宗仙 你骂乌宗仙 请问冬者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这句话看什么感觉 你骂乌宗仙是一人祸 不是吗 就好像那个有名的一个故事 那个人呢 他有真心病 他觉得自己是蜜 怎么吃干的蜜 今天觉得自己是蜜 怕什么呢 怕鸡 真是吃蜜的嘛 然后呢 看到鸡就害怕 没有关系 到精神科技医治疗 现在精神科技医治疗 精神科技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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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好了 然后呢 他就跑出去了 过了一次以后呢 我们一天 昏昏张张 又跑到精神科技医治疗 精神科技医治疗 精神科技医治疗 一看到来了 立刻就说 我知道了 你又犯病了 告诉过你 你是人不是你 你知道吗 这个病人说 我知道我是人不是你 可是就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 李延秋知道 我只要喝水 跟吴冬圈不一样 可是 一二生的毒草 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这个病人 诽谤罪 诽谤罪的那个 重要的 人家病人叫 引民人斗 I-N-N-E-N-D-O 什么叫做引民人斗 引民人斗就是 各个过程诽谤 要靠当生的情况而定 还不说 我们说 一个小女生 五十个小女生 胆小如鼠 看老鼠一样胆小 这个不是诽谤 因为小女孩 他就是胆小 可能我们说 唐飞 胆小如鼠 唐飞可以搞你 为什么 我是 世纪圣将 我是将军 将军 干脑如鼠 你不是骂我吗 为什么 你都不能够诽谤 你要看 当时人的情怀而定 你要李敖 是什么人 你要不要谈到这些问题 不要考错 你要是两性问题的专家 要是学者 拿着政治的给他看 所以这个大力 本身研究中文性的问题 我是专家 他说 你为什么要 在看这个大力 也承认我是专家 你要 中文性的研究 他说 你自己想 你在台湾 你看日本人 日本人 参与我的书也承认了 我承认 有这种句的翻译也是 你看 瑶渡的 很容易用人参与的 那些学者专家 都能严重这种问题的 所以今天台式请我来 这个 杰米多公司请我来 就是 最好谈谈 不要道理一下的问题 我不这么可以谈 谈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 政治的问题 谈的是 政治的性教育的问题 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什么是 正确的性教育 而使大家 能够除了到 受错误的 教育的影响 这是一个 教育节目 是个公德节目 为什么不是呢 所以 李彦秋 我都能讲 你什么意思 这些人都想过来 一句 用李彦秋 我请问你 李彦秋 长得那么好看 小脸大的 你在电视里面 混得多多了 电视界 从小孩儿子混起 你混了二十多年 就是这样 然后长大的 KEDS 你这么勇敢的丈夫 李涛 在KEDS 我们是个总经理 他们还说呢 你们分析两个人 在台湾的电视界 不像我了 我了 你贤人也贺 是在那种小财 被起到小财里面去鬼混的 你们正是在 无限的媒体里面 和有限的媒体里面 大的媒体里面 你们真正的做了那么多年 真正是有权力的人 请问 为什么自己要提起 一个精彩的节目 设计出来 精彩的节目 来打败吴冬县 或者给吴冬县来取走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实质啊 是不是不尽责啊 大家想想看 当时 当年李彦秋 离开华市的时候 他讲了那么共鸣的谈话 大家觉得吗 说我在华市 是英语 你们要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我没有个性的 所以我要表达我的不信 我要离开华市 你不是离开了吗 你离开这么中文了吗 你不是大了 谁也不爱是吗 你老公不都做了 等着你吗 就是他们都开着好的节目来 打败吴冬县 为什么要闹吴冬县 有没有人在这种节目出来 因为他们们不信绝 我没有人是要出 像你一样 就有好节目来 所以 要绝对了 所以整个的绝对 就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了 就是我们看看 李彦秋做了一个重播节目 叫做编组新闻 记不记得大家记得 编组新闻 那里面有很多话 朋友也聊着 可是我们想想看 编组新闻做了多少集 619集 为什么不能做到 做满120集呢 因为你都会不高兴 你就是不能接受看笑 你看我玩笑我都不接受了 下面没有关 所以呢 119集的国有关 都不敢撑到120集 撑到整数的结束 李彦秋也好 李炮也罢 或者很多的 媒体里面的 我们看到这些 漂漂亮亮的 有头有脸的 这些媒体人物 你们在这么多年的 台湾 在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台湾 所有开明性的台湾 你们掌握了这么多媒体 你们有那么多台湾的言论自由 就是错分一点点 像我李奥 都是所做的 像我李奥 现在所做的 你们不觉得难为情吗 如果这点都没有做到 今天 你还说 我李奥 是跟 吴东县一样的下游人物 我不告你 对不对 李彦秋小姐 你还告谁呢 这个梦秋小姐 你还告谁呢 拥挤 彪 彪 撿 能够 、 你 有 二 对 包括 我们常常以为孔子讲过一句话 叫做食色性也 就是喜欢吃东西 跟喜欢有男女之情 这是人类的本性 这实际上孔子没有讲过这句话 食色性也 是宫子里面的道主这个人讲的话 这个呢 是千古富国的一个真理 首先呢 人类面对食和色的问题呢 加上了很多困难 这样的困难都是 对色的部分 要怎么样的抑制 因为我们从传统的教育告诉我们 要抑制这个色 大家如果到台北新公园 对不起啊 这个新公园已经被我们伟大的 纯水点总统改名叫228和平公园了 在台北新公园 可以看到有一个牌坊 叫做真洁牌坊 如果你们在新闻 也可以看到真洁牌坊 真洁牌坊 就是一个女人在清朝 如果死了账书 她手刮 有时候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有这个手刮大王 手了八十年的 那之后 如果她的儿子 有头有脸子 注意啊 儿子是寄生间 自己是不可以的 儿子要有头有脸 是大官 他可以给他母亲 申请 真洁牌坊 清朝一个有名的故事 就是一个大官的儿子 给他母亲 申请到了 真洁牌坊 结果老太太 忍死的时候 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全家的人 凡是男孩子 男生 全部走开 她要跟全家的女孩子 讲一句 最文别的 一句话 女孩子没起来以后呢 老太太跟她们说 说将来 我们家 嫁出去的女孩子 难免会死丈夫 逃进来的儿媳妇 难免会死丈夫 这个时候 你们会面对 要守寡的问题 我告诉你们 寡能守就守 不能守寡 就改嫁 那她奇怪 这么老太太 守寡大王 就拿了经洁牌坊 怎么会临死以前 讲这种 卸人气的话 也卸她自己气的话 老太太笑了一下 说你们照着枕头底下 拿一包东西出来了 结果呢 他们就拿了一包东西 那东西什么呢 打开以后呢 是两百个 很亮很亮的 铜钱 清台湾的钱铜钱 老太太说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来 能够守寡 并且达到了 贞结采访的 证据 所以工具和道具 什么原因呢 这地方很年轻的时候 我先生就死到了 那时候 有没有男朋友 也不能改嫁 人在夜里面呢 就睡觉 那时候有没有电灯 蜡烛 蜡烛点到那里时候 我就想 想我的先生 想男人 怎么办呢 他把蜡烛洗掉 整个房间黑了 在卧室里面 我把那个口袋打开 把这个蜡帝撒 这两百个蜡帝 然后我趴在地下 拿着口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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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精光的过程底下 把这个蜡帝撒回来 找回来 站在这个口袋里面 给他数一遍 是两百个 然后我就累得满身大汗 累得一点心力都没有了 这时候睡觉了 睡觉了 夜复一夜 年复一年 结果手的房 所以呢 他临死的时候 临死的时候 他会把他这种精神的痛苦 和妙体的痛苦 告诉他家里面这些女孩子们 就是说 能手得手 又能手得不手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面临了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 如果那个时候老太太 他不用这么欲认的方法 来解决 这个不要手从前 如果那个时候 有种工具 大家注意 中文古代有种工具 叫做脚先生 什么脚先生呢 就是用木头 做的一个人工的洋具 或者呢 类似木头这种东西啊 就是给 这些手法的女人 或者嫁不出去的女人 或者给妮姑 这个时代 大家来自卫用 就是所谓手营用 可是现在 我们的时代进步了 现在就是西方工具的进步 可以做到 很好很好的 这种 气味用的用具 它这里面 可以有温度 可以有湿度 可以有滑润计 可以有发电 可以有走动 可以啊 使你这个女人呢 要死要活 比这个男人还好用 可是 能不能再打开给你们看吗 按照台湾知识公司的尺度 和 中华民国新闻局的尺度 我不把它打开给你们看 我这个姚蕴给你们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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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现在我告诉你们 啊 这个东西 是有趣的一个现象 请大家看 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 在荒岛上一个女孩子 啊 在一个孤岛上面 等着人来救她 这个呢 远远地来用飞机 啊 所以女孩子呢 拼命招手 使用飞机来救她 这个飞机没有过来 就投下一个小的箭子了 箭子呢 下面又等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人工的�as 这个字的英文叫Dirtle 中国的土话叫做脚先生 有人叫郭先生那是弄错了叫脚先生 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都就闹着后去 在荒岛上我不能救你 我被罪名他救你 可是我空降一个Dirtle给你 觉得你在这宽宝里面还可以不得其乐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跟你讲这种事情呢 可是我们想想看 这种多少的对几个可忍的女孩子 一辈子为了守寡 而过得那种精神上的痛恨 或者丈夫死了 或者不能改嫁 现在我们很多人类 他愿意受不了男朋友的气 或者没有男朋友 可是呢 也有这种需要 能这个需要 难道无心一手吗 能这个需要吗 能一个用了一本三腰吗 能一个用了四月份吗 你们听听看 这东西好得不得了 我向你们提醒 我告诉你 我会重新立法活动 立法活动成功以后 我会在台湾这个地区 大家努力合法制造这个东西 来促进我们大家的快乐 现在呢 我开始进化来宾 一个来宾 就是每次都把我打败的 我所佩服的 不姓李而冒充姓李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李昂 李昂现在 我来唱我来唱 第二位啊 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他是一个宣传的男生 他就是 宣娟的上司 欧阳龙 欢迎你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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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来宾 我请的是 海北医学院家庭医学科的 对 这个医师 謝榮華醫師 所以你們在我剛才所畫的這個圈圈範圍以內 唱所欲言 如果闖了話的話 言則自助 哈哈哈哈 你那樣看的好 對它看 你那樣看你的神器好像從來沒有手魚的這樣 有嗎 我挑戰他一下,因為我的實責通常就是李昂挑戰李敖 剛剛你有沒有聽到他講的一堆,全部都講是說女人怎麼樣怎麼樣 他從來沒有覺得說男人也需要自衛的,或者是說 所以你看這個殺豬到現在都才是殺豬 剛剛的問題其實應該反問他回去 你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傢伙如果要講自衛的話呢,他的確是最有資格發言的 因為他被國民黨抓去關了幾年,你自己講 一年難進來 那幾年,很多年吧 正式在牢裡面是六年四月 六年四個月那時候還是李昂的那個壯年期 那麼他正式什麼狼虎之年的時候 那想想看那個時候他不可能,你在神通廣告也不可能放個女人進來嘛 對不對 那麼那個時候的李昂,在牢裡當然只好自衛一圖 對不對 所以要談自衛間接他自己,可以談話 這個問題 牢裡的大哥 幹什麼呢 大哥可以搞男人嗎,你知道嗎 那你也搞男人嗎,請問 我不喜歡男人嗎 我喜歡男人我就會搞,可是我不喜歡 OK 那他不喜歡男人,大哥又不能搞男人 那麼你怎麼辦呢,請問嘛 我不吃了 對啊 先生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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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的狀況之下,我們都知道囉 你是單獨關的間,還是說很多人關一起 我基本上單獨關的,因為很多人關在一起是優戴 單獨關的一起呢,因為我太壞了 所以你會影響到別人 他就把我單獨關在一起 OK 那你今天有沒有那種什麼 那種隱藏式的或者公安推出光明正大的那種 錄影機在那裡 雄公民 那拍你啊,24小時見過那種錄影機啊 沒有,沒有必要,什麼原因呢 一開始有過,後來沒有必要 原因就是我們正式坐牢的時候啊 這個大搖威政府會的神殿 所以他就不需要做這個 OK 那麼這樣說來的話 他要自衛的時候 就不會說怕被拍照要難躲或什麼嘛 對不對 你這個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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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看不到我 我那個豪華 那個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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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問他是不是躲在門背裡幹這回事的了 對不對 師傅 我再面對我一半也再去回事 好了,我的問題完了 你看,這個李陽之所以對李敖是特性就是來跟他挑釁的 好啦 你這不行嗎? 因為我們男人有個手銀而已嘛 告訴你 對啊,因為他講話不公平嘛 他都講女人都不講男人嘛 好,那你來 阿龍 嘗嘗你的經驗 不曉這個 現在你幾歲開始手銀 我想大概是一般人來講 阿龍 在初中的時候 廢晚 對 太晚了 我就說一般年 事實上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好像大概小學 五年級還是六年度這個時候 看到沒有 反正說初中現在看 去年又想 一般人來講 一般人來講 一般人去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在那個時候 大家對於性格比較好奇 所以開始會有這樣的一些想法 因為我覺得 那個時候當然因為 從父母親之間 我男人溝通 覺得好像父母親之間 沒辦法這個話 跟父母親之間 所以自己就摸死 慢慢慢慢就開始 會有 你又出上這個地方 哈哈哈哈 有這樣的行為 我想說是 一般現在 一般現在 我們這個年紀 也不會這樣 就是會有這樣的行為 會有 現在更會有了 因為現在的這個 像我小的時候 我在小學的時候 偷看那個 黃鐵書看 在床底下看 被我媽媽抓到了 你懂得意思吧 然後不停看 燒掉了 燒掉以後呢 就好幾年都看不到了 現在一個小孩子 要接觸這種圖片 或者這種黃色的 這種訊息 太容易了 所以我說 我這個節目 是一個教育性的節目 是個公園性的節目 就是更大聲 這個難度對了 難不對了以後呢 我們怎麼樣使他 接受 知道以後呢 做得很窮手的 像我小時候 受的教育 就是手音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手音會學你這個活命 手音會學你怎麼怎麼樣 所以每次手音以後呢 就統治不得了 就精神不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要知道 手音是怎麼樣 變成一個最美和快樂隊 我請我們的名醫 謝銀華先生 告訴我們 手音當然是沒有排除的 是不是 請你解釋看 我想在我們小說 包括姚大師小說 那時候 很多常常在講 就是手音會 找死啊 聖虧啦 那時候後來發現到 原來是很多商人 靠著這個聖虧 賺了很多錢 他每次在賣這個主聖藥 你們在台北醫學院沒有賣 我沒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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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的奏法 剛剛我發現到李大師 還不敢打開來 就我們現在 就讓他打開來 我還打開來 我正式提到 謝謝醫師 我想想你恨我 他說不想你恨我 他說不想你恨我 他就給我錢 你那台詩幫我趕走 你那新人去打台詩錢 我現在打來給你看好不好 有沒有人空的 為什麼可以啊 就不要咬你啊 我想歐美是這樣 我們把他 就是潘朵拉的盒子 這個就是潘朵拉的盒子 就說 打開來看就怎麼樣 不要有好奇 夜不打開 到半夜的時候 夜會幻想 他就整個東西 原來他就是一個 政治器官的一個外型 那我們就打開來看 他開來 他說歐美的話 歐美的話 歐美的話 大概最重要的是說 歐美他可能會 所以如果你買這個東西 他會教育你 順便帶一些酒精棉 注意一下擦手指 要進行這個動作 這個一定要消毒 而且千萬不要跟別人共用 不要這麼省錢 就是別人用過了 因為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查定這個 不如告訴他 要用這個時候 有以下五點西枝 我想這個都是比 禁止這種東西來的重要 所以也佩服 李大師將來說 要有一些合法的福進 來去犯錯自衛工具 再請千萬要順便 顧帶生理衛生的重要性 謝謝 講得真好 剛才謝醫師忘了講一個東西 這還要充電 所以不能太潮伏 不能太潮伏 現在我們現場 我們在現場 我們互動一下 我們要問一個共產黨式的問題 共產黨式的問題 說 反對的舉手 這個是很恐怖的 不然的話就都贊成了 你沒有手應過的人舉手 沒有手應過的人舉手 是不是不如手啊 是不是就是 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呢 像你們想到吧 就是 你們知道 如果想的話就是 沖沖水的啊 就是洗澡水澡 或者是做一點事情 想要自己冷靜一下 為什麼要冷靜呢 為什麼不要熱心腸帶呢 為什麼要冷靜 因為白天太累了吧 白天多飯 是不是白天上班呢 她上的 outbreak已經很清楚了 那是白天呢 星期天呢 鏡子一點更多事情要做啊 她的國青人們 講得比較漂亮 五月二十號 這個阿牙救生日日是放假 等我還要洗 dormir 我跟你們說的困ipple 看到沒有 高學員怎麼樣呢 是 不使自己的性命扩张起来 看到没有 用个锤子看到没有 这个男生用个锤子 当他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他要打自己用锤子打自己 用这种很坚定的方法 我听你们可以看过来 我都学问大 我一告诉你们 我也最爱学问 你们看这本书 你们看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有个图片 告诉我们小朋友 你们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不犯法的 你们大家看这图片 是一个圆圈 有一个圆环 这本书里面有针 心里有针 睡觉的时候 踏在男人的 别吵着气 我常常讲那种清理的话 没有什么生气的感觉 谢谢你提醒我 不然信息就找我麻烦了 好 踏上去以后 你问你半月 忽然硬了 接下就筋都抓到了 赶紧吃醒了 是用这种痛苦的方法 来克制性命的 这不是冷水又能够压在住的 我们都要反省 这是人为干的事情 在你控制你的心里 到这种程度 我问一下大师 比如说我们男人 要什么样辅助东西 都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四十年 都不用手了 你们是把我们造型都够了 所以这个真相 我现在不会告诉你们 当然你们看我的书 看了大前级 一套三万三千多 你们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答案 喜欢看书 才能有这个真理 我们的话呢 太原价了 就是手的手赢 绝对是不快的 我跟你说 你靠大脑 靠大脑 靠大脑 克拉嘎也不错 那个东西 这个 人克拉嘎 人最容易被骗的 是 他的眼睛 人告诉各位啊 人本来是四个脚的动物 跟动物一样的 后来人能够站起来了 站起来以后呢 人有一个东西退化了 就是嗅觉 当你嗅觉的时候呢 嗅觉很好 你看那个公狗找母狗 一轮轮到了 就是嗅觉好 可是后来呢 人的嗅觉退化了 所以在嗅觉上得到的 心的快乐 减低了 可是人的嗅觉开展了 当人站起来抖音的时候 嗅觉开展了 所以呢 人最容易被骗 现在我们整个都被骗 被男人被女人骗 女人被电脑骗 都是因为从嗅觉进来 可是我就告诉你 我们一个好朋友 因为美大的新党的 一员叫做郑龙水 他是瞎子 他告诉我们 他用手从中感觉出来的 女人的快乐 比我们快乐多了 他要耳耳听了 女人的那叫长的声音 比我们享受得多了 因为我们的听觉 跟处觉 已经退化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如何开床你的 戏觉 心觉 处觉 还有心觉 都需要用现代的科技 所以我的意思 你们跟我颜色起来 大家起来联合立法 来通路 我们可以公开制造这些 从现代的社交 西交的工业 可以做出来 真的能出来 好吧 我们喜欢马银酒 你就可以订柱一个马银酒 哈哈哈哈 我心里 很厉害 还可以 有些度 还可以 有任何问题 对不起 这个晚上可以在一起 那个 欧阳龙喜欢马丹娜 你就可以订柱一个马丹娜 我们现在西交工业 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不起 其实在日本也发生过 就是说 假的也真不了 假的定做这么多偶像级的人 也确实有产生 在这种情境转移 也发生过 就是说 一直当你在使用这样的偶像的时候 他对于真实的男女朋友 他真的没有兴趣 你刚才知道 徐徐云生 有温度 有湿度 甚至有毛髮 那这样下来 哇 他把我叫 对了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下来 假的真的真不了 我可以不再担心这一点就是说 在现实里面 在这个真人的情感的生活里面 那性的最高境界 有两种 一种是疏模式的行动 一个是发泄的行动 会有达成的发泄的行动 所以让它发泄出来 但他要的疏模式的行动 还是输给他的爱人 所以这一点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倒觉得说 我们对信有一套过去的刻板印象 就是觉得 一定要有一个爱人 然后有怎么样 然后零肉合一 爱情性合一 才是最高的境界 可是在这个电脑的虚拟实际里面 你真的这个绝对面与挑战 所以如果有一个马英九 然后你觉得很好 然后你就很喜欢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更新新的观念 而不一定要说 我们非得这一个人怎么样 才是正常的 或者才是正确的 是 不过等一下 我没有想问到欧巴桑啊 嘿 你一直举牌啊 我很好奇啊 如果给你一个马英九 没有啊 没有啊 如果给你一个马英九 你觉得怎么样 哈哈哈哈 好棒啊 你回答看一看 给你一个马英九如何 你给我马英九 哈哈哈哈 我都送了 你用自来捐他 本成跑啊 哈哈哈 我觉得欧阳瓶瓶瓶iste 她也对准减教着啊 她也可以做到你细雕的来做 呵呵哈哈 Arthur 啊 傍乡容的 马英九呢 金库中了啊 所以后来 choose 家伙人都可以做 defeat 要不要加一个李摇啊 哎呀呀 啊 要要 你不会个原因 我们要不要去休憶 Widates 道蓉 看 如果是要理老李大致的話,那一定要是雙性,就是你必須要三功能用的。 不過有的時候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我請問一下,我還有醫生也在這邊,會碰到困難很多, 所以說,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時候,他自衛的時候,因為是在家裡,跟父母親住,然你也會被父母親看到正在自衛, 那說不定父母親會很多反應啊,那從父母親的角度來講,他看到自己的小朋友自衛的話,他有什麼樣的反應去對他? 那如果說從小孩子的角度,被父母親或者是兄弟姐妹看到,他有什麼樣的態度去自處? 我想這是應該深入探討的話題。 是啊,我們先來問我們來賓,如果你剛來過,被父母親發現了,有什麼反應,希望你自告背影來表達。 會不會發現別人的啦。 發現別人的如何? 發現別人的如何? 喔,有發現別人的嗎? 我是沒有被發現過,不過我這個類似的經驗就是,像男生嘛, 我會常常在手底下藏很多小粉的啊。 然後就是看很多那種說話,然後就看他那些有沒有的。 那有一次就是看我,就把他丟在房裡下來。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回家以後,我發現,喔,怎麼整體有這麼整齊來,都對對,都還把他調好。 那如果我面對有誰去過我房間? 然後他跟我說,我媽媽來整齊。 然後我滿親近就是,我有一個好父母嘛。 就是那方面都,給我滿盡確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媽媽還跟我講說,她說,晚上不要看那麼多。 我跟她安心就這樣子也講。 問一排的幾位女士,有什麼意見嗎? 正常身體反應,但是要適度。 要是太多的話,會傷身體,不會傷。 你想學業,精神會不集中。 啊? 怎麼樣呢? 我把母親畫到父母了。 我這一輩子都能靠這個,然後學業進步,精神技能。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點,我提一下,有一個媽媽就是來跑來告訴我,誒,她的小孩子住得好乖, 我關在房裡,八九個小時,逐不出入。 但這學習一定考得很好。 我一定會嚇掉,我說不行,趕快回家,從你回找,從不離開一找。 從公司射寫書看。 所以當一個人能夠這麼安靜的,在裡面八九個小時,念書面到背景忘詞, 大概就是跟情色有關。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坐牢出來以後,覺得政府關了我那麼久,還不夠飲, 我又自己關我自己,連續關了五個半月,難道我總是在家裡幹這種音樂是嗎? 不是,我可以說,後來我跟她講說,其實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你在逆地的風險可能會更胡思亂想。 所以媽媽看到小孩子,看了真心以後,她在智慧的時候, 其實,一問大型小孩,最好的原則是說,請她注意,要把她洗乾淨。 就是說,故意讓她,比如說她夢裡也好,智慧也好,長單就讓她洗乾淨。 讓她好,知道這個清洗的工作,自己要稍微處理。 所以呢,有一個方法說,她突然發現她小孩子單元有點起床了, 脫著那個圓背要子去洗衣機。 所以說,在不進去,她就洗衣機。 她晚上弄你也好,不過她要靜靜地讓她去處理。 讓她做一次清洗的工作,她下一次會比較警惕一點。 三月五點,出來洗衣機的時候,她就醒過來,她趕快去靠靠靠。 把那個清洗衣機壓一下,我想都是一個最好吃的。 那我要再請問,比如說,孕婦。 孕婦的時候出了一個,有可能倒是有產。 對,那這就很重要就是說,一個高潮的反應呢, 它牽動到很多血管神經的脫脫。 所以假設孕婦在後期,已經到了這個七八九月,要在場了, 就不要再勉強有性高潮的反應。 但是在中期的時候,是比較安全的時候。 那這時候也不要太激烈。 那採取的方法,就是會不會有這種秘密的概率啊,不需要。 她只要困住到她的敏感器官,有反應, 那一樣可以有性的反應更容易。 但是不宜太這個事情。 現在我們知道,歐陽龍女太太淑娟在懷孕。 歐陽龍女太太,淑娟在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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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講的話,如果說是, 呃,太太既然在懷孕的時候, 那我盡量克制自己的風雲水寶啊。 我... 那麼老實嗎? 高高冰水啊。 那什麼沒事啊? 現在就有人要注定辦理以後, 還會不會發生自衛的行為? 我想會。 我相信會。 沒有人知道,像我幾個朋友都會, 謝醫師也說她會也會。 我沒有說,我剛剛在浩台不是跟我講說你會嗎? 我沒有說,我沒有說。 我覺得,情緒上, 既說在這個異性的對方, 跟自己,是可能自己更有想像的空間。 也就是您剛好的時候, 靠自己的雙手,或者是一些輔助的道具, 可能有她不想像的空間。 那如果說,跟著你的另一輩, 我相信也是有她的一個宣洩的轉道。 假設你出國留學, 你的另一半知道你自衛在解決, 她會有運氣呢? 你這個時候不要去求助於這個, 而外的其他人, 那你用具合來解決, 我反正的一半打電話, 我看她講賞一下。 等一下,我想可能比較關鍵的問題是說, 你明明有一個性伴侶在旁邊, 可是你還是選擇做自衛。 這個的話,我想。 會觸及到敏感。 我們有發現到一個重要的, 就是說,太太, 她現在這個先生, 只有靠自衛可以滿足。 她說她掉過頭是掉眼淚的。 那最後就是說, 姑妻的信徵我是不卸掉。 那這點當然要注意, 不要這樣做, 你真的是說, 在做完之後, 你額外的時間有信衝動, 不要在她面前有自衛的行為, 我想這是不需要的。 那很難表, 說不定一半, 你願意看到你還有自衛的行為, 她覺得很刺激。 那就是一種信樂趣, 信樂趣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也是可以。 但是你太太連碰都不碰, 她說有一個大名, 你連碰都不想碰, 她故意在她面前, 我只想靠自衛來解決。 那那個性質很敏感的, 説起到一些聽你的問題。 這太難了。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有過去的, 有錯誤的教育。 剛才大家看到這個美國大文豪, 這個韓明威啊, 就是在我以前得過, 鬧著任何人家的。 人家是何大, 你是被平民, 是他很瘋了, 拜託了。 這個韓明威, 他有一本小小的小說, 不想小男孩子。 就來喜歡自衛。 自衛以後呢, 男性有很強的自惡感。 那怎麼辦呢? 那小金一可掉了。 有這麼一個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個錯誤的性格面, 會害到最後。 這是一個最終的例子。 所以我認為, 我這個教育在講說, 我這個節目是個教育性的, 是個功能性的, 是個徵德性的, 而不是個兒子節目。 我們在這麼慘白的, 大家這麼高高興趣交換一件, 談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 一定是可以解決的。 黃大偉很中國, 可是, 對中國的表現方式, 跟我們那一代, 和我的上一代都一樣了。 大家知道嗎? 黃大偉的祖父級, 是中國的民族英雄, 他的名字叫做張學良。 可是張學良那一代的人, 他們對中國的愛護方法, 是讓他們辛苦, 讓他們艱辛。 可是現在呢, 黃大偉在愛中國的方法, 愛世界的方法, 他們用的是那麼快樂的方法。 大偉,歡迎你。 我曉得, 你很喜歡看書, 你喜歡看《孫子兵法》, 為什麼? 孫子兵法, 最大的原因是, 我一開始在研究, strategy 那種事情的時候, 我是看一個外國, 一個德國人的書, 叫Klausbit. Klausbit, 對, 我看了半天, 原來我才發現, 哼, 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從孫子兵法來, 我就開始研究孫子兵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的中文真的很不好看, 所以很爛, 所以我就, 我是看英文的, 英文法的孫子兵法, 然後就是, 每年都會拿出來看, 因為這種都是看不懂, 你知道我做的這邊是, 我現在是很, 非常非常的緊張, 也是因為我的中文那麼不好, 然後, 來這個節目, 跟麥水起色的很緊張, 你講錯事情, 大師不可以告我啊, 我不告你, 我會原諒你, 我會原諒你, 我第一看兩個東西很有趣的, 這就是, 一個是孫子兵法, 一個孫病兵法, 這個情緒原因呢, 是中國有一個有名的歷史家, 叫做錢穆, 他當年寫的一篇文章, 會談到, 說是, 中國古代的孫子, 和孫子, 是同一個人, 他寫的那樣寫得非常好, 大家讚美他, 他只是一個中文教員啊, 我們把他送進來, 滅津大學做大學教授, 為了他這個考證啊, 才會成功, 可是很不幸, 在, 公元一九七二年, 在山宮省的銀雀山, 發現了漢朝的一個層, 裡面呢, 就找出了兩個字兵法, 一個呢, 這個孫病兵法, 其實你看, 裡面呢, 他就用竹子, 寫到竹下的, 另外, 這是個, 剛才這位是孫子兵法, 另外呢, 是個孫子兵法, 這個是兩個人, 一個是孫子, 一個是孫子, 一個孫子, 把我們這個歷史家, 全路的考證, 全路推散了, 我就是來不及了, 他已經成名了, 都可以告訴各位, 常常是一個, 錯誤的訊息, 在你先, 看不見, 想不到的時候, 看不見, 想不到的地方, 他把你推散了, 我根據調查局, 提供我的你的這個, 王大偉的小檔案啊, 看到你每一個這個細節, 其中有一句話是說, 你最難忘的事情是, 失去重生, 為什麼會有這個細節難忘? 我是, 我是很年輕的時候, 我是十四歲, 然後, 呃, 呃, 對方說是比我年紀大, 大一點的, 男的,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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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女孩子在十六七歲的時候, 他們的, 發, 打, 他們, 他們比我們成熟, 比男孩子成熟, 對, 所以我是, 真的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哦, 就A, 然後, B, 然後, C, 然後就, 嗯, 那你現在回彎起來, 是快感呢, 還是覺得很耗呢? 非常快, 我問你快感, 不是快, 我曉得你很快, 哈哈, 你現在回彎起來, 當時, 是快感呢, 還是, 你今天覺得很耗呢? 還是, 不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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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有一種問題, 不是很快, 那五種可以, 九,五種可以, 沒有那麼快就好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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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所以我剛剛去年看法律, 對你太晚了, 啊, 你平常看女人看第一眼, 看哪一部分? 我是看, 中間, 後面那一部分, 為什麼腳下這樣含蓄呢? 為什麼腳下喜歡看屁股? 還有, 我問你, 戀愛對你的創作有沒有影響力? 多多少少有, 但我沒有, 不是在戀愛那段時間, 很多時候是, 過了多久的時間, 對我來講, 創作那部分, 或者靈感那部分, 有大部分是, 是我們都努力去, 去創作, 而不是說,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談戀愛的時候, 或者是, 分手的時候, 而去寫, 所以, 和戀愛, 或者失戀, 都沒有關係, 基本上, 有, 但不是那段時間, 是, 是, 過了多久, 然後, 對那回事的感覺, 然後, 才寫出來, 然後, 請問你, 你在創作的時候, 有一本很佩服你, 聽說你是在一個, 制度狀態, 你也不看電視, 也不看製片的歌, 然後用自己的, 制度狀態來創作, 保持你, 來自我的性格, 是嗎? 是, 你覺得這樣子有效果嗎? 到目前為止有效果, 有效果, 那你的秋天1944, 為什麼1944呢? 1944, 我一開始聽到那段音樂的時候, 然後, 我的感覺就是, 40年代的東西, 我感覺就是, 那段時間, 實際有多亂, 香港人有多, 多, 1944年沒有出生了, 沒有, 沒有, 就是, 你出生了來, 侵犯到我們1944年代的人, 我, 我一直在那段時間, 最大的原因有可能是, 我很小時候在外國長大, 所以我真的, 不是那麼了解, 發生了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很小時候很愛聽, 長輩講的這些故事跟什麼, 那段時間對我來講, 一直都, 對我來講很Romantic, 我不曉得是, 好的那種Romantic, 還是很悲哀的那種, 都是很Romantic, 所以, 我第一次聽到那段音樂的時候, 是我好朋友各位寫的, 但是沒有旋律, 所以我說, 這段音樂怎麼可能沒有旋律呢? 我們就開始彈一個故事出來, 那聽到那段音樂, 所以我就開始談到, 40年代的東西, 第二次世界大災啊, 所有的那些, 我那個朋友跟我的寫歌詞的, 我的老闆, 林立南, 都是很喜歡張愛玲的東西, 他的書, 所以就所有這些系列都, 都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回去就把那個, 英文歌詞先寫出來, 那為什麼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我一開始寫的是, Body my mother, 44, 那段, 我是怎麼看都沒辦法壓运, 是一樣講的, 然後呢, 45, 不好聽唱, 41, 也不好聽唱, 到時候我就用了 44, 那兩個字, 因為剛好也是, 在歷史上那段時間, 那麼多東西發生的, 看看好, 我這個很多歌詞, 都要加油很不刻意地批評的, 可是我對你的歌詞很喜歡, 所以之前都有放過了, 哈哈, 翻你翻你, 他也有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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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